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呢 和大家闲聊 这个《易经小链头》 那《易经小链头》是《易经系》 或者是《抄家永春拳》的种子拳 那其他套拳很多都是从这个拳里面延伸的 那 这套拳呢 很有趣的 这套拳是从 红船 船下来 保留下来的 所以呢 就是1850年 那个时候保留 或是更早 也说不定 不过就是知道1850年那个时候 保留下来的 那 今天我们聊这个 小链头呢 就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法来聊这个事情 那真正要学这套拳 需要一个师父 然后要跟着拳绝去学 今天就是在这个盘通啊别猜啊 这个 说一些有的没的 那 其实呢 我们看套拳 比如就《易经小念头》 它像什么呢 它就像一个音乐 或者是一出戏 它里面它有它的内容 它的那个 它的故事 就比如听音乐 它有它的故事 这个看戏 它有它的故事 那 它不是一个说 好像打鼓 比如打鼓来说 不只是在那边敲敲敲 而是要敲出一个音乐来 那 打鼓的难度就是在这个 敲出那个音乐 而不只是在那边敲 所以呢 以我的了解呢 这个 这套拳 这个《易经小念头》 是一套音乐 如果你会听的话 是直音的话 它是一套音乐 好 好 我们现在说 《易经小念头》它分为四段 那每一段 有分为好几节 所以呢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说 这个《易经小念头》是 一个连续剧 它里面有四个不同的故事 或者是音乐 它有四种不同的变化 好 第一套的这个 第一段 这个《易经小念头》第一段 第一段在讲什么呢 事实上第一段就是 这个《易经永春拳》的 最基础的东西 就在第一段里面 所以基本功啊 这个 最基础的 这个 防守之类的 都在第一段里面 那第一段呢 要练第一段 首先要知道 这个《易永春拳》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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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学 那直学是什么呢 也就是用忠守忠 来流气送 脱手直冲 OK 那也是《易经直动》的 所以就要知道这一些 那你去练那个拳 才了解说 他这个 这一段 这第一段是讲什么 这个故事是什么 那 第一段呢 其中有三个东西 是基本功 和基本功 第一个 就是 第一解 这是舌 舌禅那一解 舌禅那一解 是一个基本功 赫顶这一解 也是基本功 然后这个 左右舱 这个和这个 旁手 这一解 也是基本功 这个三个 是一个基本功 OK 那 那 舌禅当然就是练这个 这个身体 每一个 每一根每一节的 这个 这个 活动啊 它的这个 方法 然后呢 这个赫顶 当然也就是 练这个 这个力 这个 这个力从力起啊 之类的 那 这个 这个 左右船 那也是 练这个 航手啊 那 那个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撑啊 好 是在这个地方 念这个 那在这个 练这个基本功的时候 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永春拳的主力 也就是 义京永春拳的主力 事实上是在 不离这个三角形 如果说 我再画一个三角形 它是在这个 三角形之内 它的主力 事实上 它的最 最强就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中圈直线这个地方 这个是它的主要的活力 所以在练这三端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这个手法 这个圣的移动啊 都是在这个 大部分 都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要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活力处啊 所以这个是要重要的 然后这个东西 又和 所谓的用中手中 它是一指的 所以它的知学 和它怎么样去实现的方法 就在这个地方 那 好 所以它这个三节 前三节就是练这个功 那在这个前三节里面 又有关系到 有七脉的事情啊 和这个 和这个 淨流的事情 那事实上 啊 这个淨流 是主要是要 把前身合一 上下左右 合一 然后呢 就是 这个 这个可以做成这个 利 接利 到地 然后利从地去 这个东西 所以 比如我们的一般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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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探手来说,他虽然说单一个探手 他就有利从地体的表现,他理解的表现 所以这个地方也要了解说 这个地方就和额眉十二庄的蛇形龙洞有关系了 因为要练这个节节贯穿是以蛇形龙洞的方法来练出来的 而不是说这个左和右分加,上和下分加,它不是 它是左右内外上下,是一起的 所以这三节就是这个蛇蚕,这个鹤顶,这个左右村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练好的话,以后下面那就很难搞 因为这个基础没有打好 好,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事情是在练这个三节之前的二字前羊马 这个二字前羊马,事实上也要练到这所谓的意义不佳 前身很松,然后他的身体的骨架是很松,很松长的 那他有两个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当然他前身很松,他这样就是灵活 他的气脉啊,静流啊,他就是很活泼的,很灵活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身体如果说他很松长之后 他养成这个,练成这个,这个阻,这个中间的中间的东西 这个层,这个棚上,这个旁竟的样子 他可以接受,承受,对外,这个对内,对,呃,从外面. 这个,这个加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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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力 可以承受这个力 而它升降不会毁坏 或者是不会整个躺 所以它主要是这个 二字前念完这个地方 它主要要练成这个 这个义不佳以及这个彭静 所以它这样才可以支撑八方的 那从这个乙上面 它又练这个蛇这一节 鹤这一节和这个左右称这一节 所以它蛇也有鹤也有了 蛇的蚕也有了 鹤的底那个静也有了 所以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接下来的那个双手 这个双手就以这个祸中 这个祸中为标准 它这个是说什么呢 这个就是正面攻防攻守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两手的都是这样 就是正面 就是之所以这个 这个中文不让之五不离 它就是直接对这个中文不让之五不离 那这一节之后的另外一节呢 就是这个昭阳守这一节 就是这一节 那昭阳守这个 事实上这个昭阳守就好像这个 事实上是传成这个白鹤永春全的昭阳之士 那这个昭阳之士呢 是之所谓大门晃过小门直入 比如对着手和人家对着手 一上步 以昭阳守进去 它可以上下飞蛙 可以打它 因为这个已经很接近了 所以 对上手 接上手 就进入踏步进去 这个昭阳守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这样的话 就是很靠近它身体了 可以这个上下飞蛙打它 也可以这个打它 可是这个就是从直住的 而不是在这个破终的 这个 所以它呢 这个 这两节的功用 就是说明了这个 中工的防疫 和这个 从小门打进去的防疫 的工法 所以 当然有这个 后来这个 收手这个 是下飞蛙 下户的这个下户的防疫 那 也就是 以 算作是正攻正身的防疫 所以 这 第一段的 这个小念头 意境小念头 就是说 这些事情 也就是 列领的那个基本功 然后呢 说这个 说明了这个 这个 这个 中工的 工坊 和说的这个 小门 施工的工坊 所以这个 小念头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个一回事 那 这个 练这个 第一段 就 也 也就是要顺着 这个 用中手中的一个知识学 然后要练那个前三节 那个蛇和鹤和左右撑那三节 把这个 这个 怎么样 这个操作身体啊 静流啊 那些练好 然后呢 就进步到这个在中工的防疫 然后呢 就进入在这个赤 赤入这个 从小能植入的防疫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是第一段 好 那 当然这第一段中间 一直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推 往前 这个中线 这个推 不管这是 这个 或者是这个 这个 就是所谓的 这个攻守的推啊 或者是这个 摊守的推啊 都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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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中线 这个 这个推 这个运 应该说是运 其实这个呢 就是一直在练 立从立起 立从立起 然后接力下地 所以他整个人 好像一个弹簧 这样 就是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有 练到这个 就是说 有这个 对这一段 有一些掌握 所以这个是 第一段 第二段呢 是说什么呢 第一在这个建议 第一段的基础上 第二段呢 就是 主要在 接应 就是接 就是接东西 应 就是反应 没应 就是接应 事情 那在这个第二段 前两节 第一 第一节 他是在练这个 这个正宫的 中宫的 基本宫 也就是说 他立从立起 接力下地 这些基本宫 第二节 第二段的第二节 就是念 什么呢 念转身 卸力 这类的 这个基本宫 因为永生权 我们说过 《易经》的永生权 他的主要火力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个地方 这两天是弱点的 他这个练这个拳 他手不会到外面去 他是一定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他以其手外面去 他就转身 而且如果接到力来的时候 他就以转身 去卸掉这个力 去这个操作 这个攻守之内 所以在第二段的第二节的时候 从这个 起轴开始 黑章开始 这个 这个就是练这个 就是练这个 就是练这个 这个转身 卸力啊 这些 那在这个顺便 这里顺便可以 说几个事情 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在这一段里面 事实上很多这个 下力和禅 的功夫要放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 很多时候这个 丢了 那这个 这样这个 这个功就练不成 这个基础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一般我们都会往往的漏的 这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事情可以讲话 比如 别的游戏的这个 这个永春拳 他有这个 高旁手 和蓝手 那 以欲镜的话 他有一个特点是 他走 低旁手 抗手 还有 他有这个 牵手 冲轴 抗手 抗手 所以他有一个转 所以 在手 从这个开始 从这个 旗轴开始 在这个地方 不是 左右伸转 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环 这个 第二段 在下面的就很难操作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介绍好几个手法 比如这个 扣打 扣打 扣 这个我们叫做 挑桥 奉运 挑起来的 挑 挑桥 奉运 挑桥 奉运 OK 那你看他就是 有一个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扣住的 这是 挑桥的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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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桥 边手 揭桥 边手 揭桥边手 还有呢 就是抽 这个抽 抽桥 砍 OK 抽桥砍 所以他这个 介绍这个 这个 不同的 这个桥的 这个 这个 接应方法 就在这个 第二 这个第二 第二段 那当然还有 这个 还有这个 啊 啊 桥底手 OK 这个桥底手 也是处于 这一 这一 这一段 然后 当然 也有 这个 所以 左右吃腿 和这个 下叉 也是在 这一段 的这个 内容 所以啊 这个是第二段 就是在这个 接应方面啊 这个 就是在 在 练习 这一个 这个事情 那 第三段 第三段呢 是什么呢 第三段是应急而用的 所以这个第三段呢 就是好像自己的这个形式 比人家差 这个 或别人比较强 我们比较弱啊 或者我们的这个处境比较差 或者是别人已经先占了先机啊 所以这个第三段是在这个演练这一方面的这个这个工房接应 啊 啊 第三段的首先说要说是第三段的这个这个镜和第二段又有不一样 第二段 第二段 我们有这个有一点是用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换时间 呃 转身 泄力的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呃 以这个方法来描述转身 这个泄力啊 就是呃 力量来了啊 不借 不用力了 是用转身来去泄力 这个镜呢 那第二段的镜呢是比较长的 那第三段呢 用的就是急镜 也就是 急镜 就是说那一点碰触到 就是要发 因为没有 因为形式上已经输给别人了 所以呢 就 碰到什么地方 就要发什么地方 不然的话 因为事实上 呃 呃 呃 没没没啊这个没这个办法 再退 因为退 你就失去了 呃 所以 之所以的寸净寸净 和这个 谈抖就是在这个第三段 那第三段呢 那第三段呢 当然也讲这个 这个 这个 以闪为净 OK 那 好像大家说的 以闪为净 短过程 就是在这个第三段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介绍 这个 在这个地方 练 那 这个第三段呢 所以他一开始 他就说了 一个一个 这个 这个 一开始他就 前学就这样说 他说 敌强不弱 封猴手 敌 很强 我很弱 我要用封猴手 那这个用意大人就是说 呃 要怎么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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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不但有这个直打中宫的手法 这个比较长的手法 他也有相报成生 在这个身体已经和对方扭打的时候的这个手法 那也有这个天生发这个肘 也就是身体被抱住 在扭打的时候所用的这个方法 这个晋升方法 然后还有就是闪身 闪身进攻的方法 所以这个第三段 他有这个比较中级离的工房 有这个短级离晋升的工房 也有比较长级离的工房 就是卸掉他的工房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第三段 那这个第三段 虽然说很多这个发这个肘 转身身体左右拧啊 似乎好像这个第二段的这个转法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第二段当这个练到差不多的时候 那就要玩静流了 静流就是说他空间不要这样大 他到什么地方 只要碰触 他就要用这个 用这个静 去解决这个事情 而不能靠这个体质的 很大工作 那那个是什么回事呢 他就是 他是用 事实上他是那个静 钻到地底上去 他有一个旋转 那这样讲好了 比如小念头 这个第一段 他念的是一个 一个弹簧 上下的弹簧 你按下去 他就弹回来 从地起 接一下地那 到第二段的时候 他有一个转 他也是一个弹簧 OK 他也是一个弹簧 他有上下 也有点转 可是到第三的时候 他这个弹簧 不转一圈的 他只是动一点点 不是好像第二段要转这么多弦 他不是 他只是一动 他就可以弹 他就可以接力下地 或者是立从地起发出去 所以在第三段的时候 事实上要练到什么程度呢 练到身体什么地方 厚 什么地方发 这个就是第三段 不然的话 你不能在适时的时候 不能用空间去兑换 那要靠那个极劲很短很极的劲 不然间给一碰一触就发了 那种劲 那当然这个也是立从地起 这个建立下地 要有这个基础 当然他也有这个小径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大径方面的 所以这个是第三段 那第四段呢 第四段呢 就是说这个步伐 因为你看第一段 是这个正身 这个基本的功夫 以及基本的这个工房 这个基本的常识 基本的操作 第二段就是这个接应 转身啊 不同的这个对桥 这个桥上桥下 抽桥 跳桥之类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练习 以及这个左右侧踢压 然后这个下叉之类的 那第三呢 就是这个这个应急的 急进一触就发的 很短的 OK 就是就是在这个这个地方 那第四呢 就是步伐 那第四段的步伐 事实上呢 它有几个步伐 第一个步伐就是 左右横开的七心步 左右横开的七心步 第二个是 向横开的 横步 就是用来做什么 用来这个换中功的时候 用的横步 OK 那第三个 就是退后的步 那个是第三 第四呢 是半步 半步是什么用呢 半步是为了要借力打力 要借它冲过来的力量 不起一步 而半步 等到它冲了 才借它力打它 所以第四有 第四段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整体的看 看这个小念头 这个故事 是什么呢 从第一段的 很基础的 尝试的 怎么配合这个手中用中 到第二段的 接印 不同种种的这个桥的接印 以及怎么样啊 不应同应的接力 而且也保持着我们这个中心这个火力最强的架构 然后 第三段呢 就是极尽 不管是在这个 这个 中程的 短程 靠深的 或者是长程的 都有 那第四 那第四就是步伐 所以这一套小念头 就有这些内容 所以它是一个以我看它 它是一个好像一个音乐 知道它的音乐 是什么样的音乐 是什么样的音乐 每一个时间 不同的这个音乐 而不是说 只是说 只靠做动作罢了 那不行的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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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气脉啊 这个 这个 静啊 这些东西 好像刚才我们讲的 几个 这个 第二段的静 和第三段的静 又不同 第一段的静 和第二段又不同 这些 而手法上面 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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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前面不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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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这个不同的 这个方面的接应 不同的司机 不同的 不同的 这个 手法之类的 所以这个就是 小念头 意境小念头 四段 那如果说 在练这个 拳的时候 知道了 这个 每一段的重要性 有了拳解 那就可以练 把这个 小念头 练了 如果不知道 这个事情 只是在练 这个 当做 这个 跟着 笔 笔手 画脚 那事实上 这套拳 是非常 难练的 那这套拳 从开始 到最后 都没有离开 用忠 守忠 没有离开 忠人 忠能不让 知物不离 没有离开 借力 打力 没有离开 这个 用力 破力 都没有 不过 只是一段一段的 慢慢的 伸接 还有它的刺激 所以这个 就是 我了解的 一阴的 小念头 很多朋友在问我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来 和谈拖出 说一些 我了解的事情 那对不对 那就你们当做个参考 就好 那这个事情 这个小念头呢 我们知道 它是红传 时代的传校 所以一直有一个疑问 那个疑问是什么呢 疑问是 为什么 泳春拳 其他游戏的泳春拳 又有 十三套拳 那以下就是 我的 我的一个 一个看法 给大家参考 我的一个思想 一个看法 给大家参考 首先要知道 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去翻 这个 我们那个时候 这样子说 我们一直流传 就是说 有这个 少林 这个 知善 有这个 反亲父母 有这回事 从这里讲起 那在这个 潮家里面的 这个流传也有说 因为他们用这个 谈以 就是妇女 做祭典 反亲父母的祭典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易经先生呢 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 那时候 因为它是西班的 所以它自有之所以 剑子 庞轴 成英雄 这个 这样的一个礼 是义京永春泉 义京先生的礼 是剑子 庞舟成英雄 我们知道说 当时候在那个时候 1850年之所以英雄 这个事实上和 鸿门天地会 是有关联的 在那个时候 事实上我们如果说 以今天的去看那个 这个所谓少林啊 反新复明在 这个叛语 就是这个 吵架这里 喷语这里 集会的话 事实上有一个事情我们知道的 如果我们去查太平天国历史 我们知道 太平天国 是在 在这个起义之前 之前的大概 如果我们有记错 一年 前一年 是 的确是在 翻译 集会的 所以那个时候 在翻译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 因为当时 太平天国的时候 最大的主力经 就是 是蔡里佛全 以义经先生 治疑的 义经先生和蔡里佛全 是一个 这个是有 这个是朋友 是一个联盟 朋友联盟 所以那个时候 这所了解的 是所谓的少林 其实是说蔡里佛 好 那现在事情来了 为什么 这一套小念头 这个有这一套 疫情的小念头 又有后来的 又有这个 其他游戏的三套呢 我不能说后来 就是有另外一个三套 在永春圈里面 以我个人的看法 这两边的看法是 有另外一个 最重要的这个线索是 在石鹤永春里面 石鹤永春圈 就是 石鹤永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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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拳 那个时候 的这套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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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套拳 是 用来 制 制衡 OK 制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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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徒 所以说 少林叛徒 所以说 马宁儿 那个时候 马宁儿 但是那个 马宁儿 只是小受伤的 所以我们知道 从这回事 我们知道说 在那个时候 很可能的 OK 就是 那个时候 郑国凡 和太平天国 打 这个 打仗的时候 很可能的 有 有一部分 练长拳的 男拳 长拳的人 叛变了 而 当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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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套拳 就是要 制 这些 方便的 长桥大马 好 那 这个又有 和这个 一经小念头 有什么关系呢 以我个人的 看法 是这样的 事实上 一经小念头 是非常难练 所以历代以来 可以练成的 没几个 因为一经小念头 从前纪 我们也知道 看到了 关系到儿媒十二桩的 这个练器修卖 很多这些事情 其中 很复杂 而且 这个在第二段 第三段的时候 手法也很复杂 那 这个 三 这个 三号呢 其他戏的三号呢 其实 第一套 之所谓的小念头 保留了这个 这个功 这个功 这个练功功方面的 这个一经小念头 练功第一套 第一段练功方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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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内容 可是在 城桥标志的时候 事实上 在应用上 是比较明确的 比这个 比这个 这个一经小念头 第二 第三 第四段 比较明确 OK 所以呢 我个人看的法就是 那个时候 这个一经小念头 很可能是 一个股权 后来 因为要应急 而且 有这个 有这个需要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开始在 在战争这个 这个需要 所以呢 把它 再演变成 这个三号 那因为第一套保存了嘛 第一套 这个之所以 小念头 城桥标志 第一套 这个小念头 保存了 它的这个 练功方面的 所以它的体是 是和 一经小念头的 那个体是一样的 那不过 第二 这个城桥标志 那对于 在应用上面 就更明确了 反而在 这个 一经小念头里面 因为太 这个 这个手法繁长 所以就比较 难 难练的 OK 所以 在那个时候 我个人的看法 不一见得对 只是和大家聊一聊 就产生了这个现象 OK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两个 这个一经小念头的存在 和其他戏三号拳 红船 其他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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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三号拳的存在 事实上 都是很好的 这是可以 相辅相成的 一个是比较 了解 内修上的事情 另外一个 就是很明确的 在应用上 所以 我觉得 这个是 应该学的 所以 大概 我的看法 就是这么回事 他也不见得对 不过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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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如果从这里看起 我们知道 这所谓的少林 事实上 那个时候的少林 不是真正的少林 那个时候的少林是 在那个 广东啊 在那个时候 支持太平天果 或是支持李文茂 那个时候的 这个 这群人 而火烧少林是 就是毁灭 就是满清毁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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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 OK 这个 这个 这个事件 所以事实上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这个 少林寺被毁了 OK 而是 这个西班的 这个会馆被毁 这件事 是当作是 少林寺被毁 OK 以这个 以这个少林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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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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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 会暖被毁 洪山西班 被毁 这件事情 所以啊 今天要和大家 闲聊的在这里 就 OK 到此 那 我有说的不对 也说不好的话 请 多多言量 OK 多多指教 谢谢 再见 谢谢观看